在世界各地,猴斗的案例好像不断上升 找到的案例就很明显不断增加 有些新闻就会告诉你 他每几天就已经重复一次 好像COVID那样,多厉害 其实这不是事实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看着这个情况 所以现在的案例可能本身已经在 不过我们现在注意到有一个问题 大家很积极地去看看有没有其他案例 找多些案例就发现多了 究竟现在整个世界来说 猴斗的案例在增加,跟之前一样 或者在减减,其实我们现在不知道 所以大家先不用恐慌 引起猴斗的病毒 我们一般就叫做 Pox virus 叫做狗病毒科的病毒 里面有很多种 有些是感染人 有些是感染猴子 猴子猴子 也可以感染鼠类 有些是感染猴子 有些是感染猴子 有些是感染羊 其他很多种动物 都能感染到 有一部分的斗病毒 甚至是主要感染昆虫 斗病毒科的病毒 它的特色是很大粒 不是真的很大粒 在病毒来说算是很大粒 里面的遗传物质是DNA DNA和COVID有些不同 COVID是RNA病毒 主要是RNA这种物质 作为主要的遗传物质 而斗病毒科 包括猴子猴子的病毒 里面的遗传物质 主要是DNA 一般来说 DNA的病毒 比起RNA病毒 就是COVID那类 是没有那么容易变种 不是说它不会变种 一样会 病毒要生存 它一样会变 不过它变的机率 速度 通常就没有RNA病毒 类似COVID那些那么快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说 我们要怎样去对付猴豆 要发明什么疫苗来对付它 这些大家真的不用想太多 猴豆真的变成COVID的机会 始终都不大 正如我之前也说过 它主要的传染途径 就是经紧密接触 紧密接触就是说 皮肤贴着皮肤那些亲密接触 它很多时候就是说 没有发病之前 没有这些痘痕 没有这些痘痕出现的时候 又没有什么传染性 到有豆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有问题 就很容易隔离 很容易contact tracing 找那些紧密接触者 去加以隔离 所以它变成COVID 可以散布得这么厉害 机会真的不高 大家不应该只担心猴豆 原因就是因为这些 豆病毒科的病毒 它很濡 什么动物都可以感染 不像COVID 大家都知道 它又要有个激蛋白 激蛋白 激蛋白就要黏在细胞的 A.C.E. 那个兽体 那个receptor 那里 大家卡在一起 好像入笋那样 才开始感染 豆病毒科的病毒 就完全不需要这些东西 感染动物的门栏很低 很容易入到细胞里 产生感染 那么多种动物都有这些 豆病毒的病 就总会有机会 这些豆病毒 由这些动物传到人身上 就算不是猴豆 都可能是老鼠豆 羊豆 猪豆 各样 其实应该有一个系统 盯着一些动物 看看它们 多少这些动物 是受到这些豆病毒感染 又有多少的比例 是会传染到人 才是解决的办法 不过好在 这些不同动物的豆病毒 我们以前用的天花疫苗 对大部分都有效 不管你是猴豆 猪豆 都有效果 但问题是 今天来说 50岁以下的人 几乎没有人打过天花针 因为天花已经被我们清除了 50年之内 又没有人打过天花的疫苗 又没有人感染过天花 有免疫保护 所以就算今天我们没有发现猴豆 其实迟早我们会发现 另外一种经动物 传染给人类似天花的病 会产生的 其实非洲某些国家 猴豆本质上 差不多是风土病 经常都有 它不是很多 但是经常都有 不过先进国家 没有传到我们国家 基本上它 都是看不到的了 这个态度当然 当然对付这个病来说 就不是那么好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痘病毒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再见 拜拜